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层出不穷 地形地貌与武夷山有巨大的差异 但却被当地人称为是小武夷 传说这是一片充满灵气的地方 其自然资源之丰富 堪比武夷山 人文底蕴也处处与武夷山相吻合 那么小武夷与武夷山之间 究竟有哪些意趣同工之妙呢 这里的自然环境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武夷山脉 位于江西与福建两省交界处 它呈东北西南走向 绵延约五百五十多千米 平均海拔约一千米 这里气势雄伟 千姿百态 曲折迎回的九曲西 贯穿于丹崖群峰之间 山临水而立 水绕山而行 构成一溪冠群山 两沿烈仙秀的独特美景 就在离武夷山一百三十多千米的 福建省松西县境内 有一处被当地人称为小武夷的地方 虽名气不及武夷山 但却别有一番天地 那里充满了种种神奇的传说 几年前 有人在山中的一段奇遇 让很多人对这片山水产生了关注 入秋的一天 一位村民进山采料 傍晚时分 他不知不觉 来到了深山中的山腰处 古调被眼前的场景 惊出一身冷汗 一眼望去 至少有五六十具棺木 摆放在洞穴之中 据老人们说 在古时 当地一个奢族部落 曾逃入小武夷 并在路途中堆砌迷魂阵 躲避追兵 一堆一堆的怎么搞换呢 可能是根据古道的金木石和土 来安排这个迷魂阵 这个黑石阵 有人猜测 这里之所以有小武夷之名 是因为这些崖壁洞穴中的棺木 与武夷山的崖藏极为相似 可摄族人是否在此生活过 一直没有充足的证据 不过 这里至今还保留着 一些极具特色的风俗 据史料记载 春秋时期 声名显赫的铸剑大师欧野子 曾在松西战卢山 铸造出锋利的战卢剑 战卢剑 因削铁如泥 无坚不摧 称为重剑之手 松西线的种种传说和发现 是这里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 带着疑问 地理中国设置组 随同福建省地质专家 组成的科考队 前往松西线展开考察 松西线 秘属于福建省南平市 距离省会福州 二百六十多千米 闽江支流松西河 从东北向西南贯穿全境 故事 这里沿河两岸多桥松 有百里松阴碧长溪指称 松西线也因此而得名 从地理环境上看 武夷山有两大显著的特征 其一是它独一无二的景致 碧水单山 红色单霞 风延交错 九区西 贯穿其中 每一区都有不同的景致 其二是它保存了世界同位都地带完整而典型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 许多珍稀的宾微动植物流存生长于此 那么松西线为何被称为小武夷呢 这里的山体 地形 河流等 与武夷山有哪些相似之处呢 独特的丹霞地貌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科考队从松西县城出发 四十分钟后就来到了九鹏村 很快大家就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 这里三十年年丹崖绝地 历经亿万年的自然造化 万丈悬崖勾勒出高低有序的 生命长卷 空中腐盼 红色山体 北溪流营绕 地形与武夷山的九曲溪非常相似 堪称武夷山的缩小版 这时专家注意到 这处丹霞崖崖壁上的一处细节 薄 厚 薄 就是几次的洪水 所以我们叫做沉寂韵律 以前有一个跟豆穴一样 对 对 对 烟草 之间在挺拔高峻的悬崖峭壁间 是一个个大小不等 深浅不一的洞穴 站在山下抬头望去 洞穴像极了一头狮子张开大口 远远远望去 有黑的洞口处 弯木若隐若现 顿时一股神秘的气息 弥漫在整个山谷 大家从山底底部绕道而行 向山腰的一处洞穴靠近 一眼望去 至少有上百具棺木 摆放在洞穴之中 随同考察的文史专家 曾对这里的墓葬 进行过调查和考证 仔细观察这处洞穴 它距离水面在几十米 甚至近百米的高度 专家判断 在古时 这里的水域很可能一度达到过 比现在更高的位置 它们对岩壁产生了 强烈的充斥作用 形成最初的浅洞 虽然棺木究竟是以什么方式 放到崖洞中的 至今尚无定论 但能够确定的是 五一山仙民 这一独特的墓葬习惯 与小五一的特殊地理环境有关 一个隐蔽型 一个就是说 它的手术的位置相对比较高 它就是说 那个岩石地层 它就是说会很干燥 还有一个空间的话 比较通风 所以就有利益 就是说 它们的棺木的储存 不容易散除腐烂 卫永 福建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多年从事 五一山地区生态资源的调查和研究 专家说 由于丹霞地貌的岩石 含钙质比较丰富 昆虫唾液等酸性物质 很容易侵蚀岩石 岩壁最初经流水侵蚀后 形成的浅洞 在经历 生物 锋利等 共同作用 脆弱的岩石 崩塌 剥落后 洞穴会越变越大 眼前 洞口长三十多米 高约五米 纵深十多米的狮子牙 崖洞 就是典型的丹霞洞穴 这些洞穴 被古代的仙人们充分利用 成为他们死后的天然庇护所 向导告诉我们 在狮子牙不远 还有一个古村落 附近居住的都是奢族人 奢族是我国南方的游耕民族 他们随着季节的变换 四处游走耕坐 当他们走进松西 这片秀丽的山水石 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 使他们选择再次定居 而崖藏 就是奢族的一种丧藏风俗 科考队进入村中 映入眼帘的 就是一大片古老的章树 附近这边 一百多个章树 最大的一片 我猜测一下 可能有十五百年的树 专家说 香樟树 是我国南方常见的树种 能长成上千年的参天古墓 它根系发达 能涵养水源和美化环境 逐河而居的人们 就地取材 利用食材搭建房屋 在河岸边栽种 防风故土的香樟树 来收护家园 但队员们不禁发出疑问 像这样的常见植被 并不足以和 武夷山的植物基因库相比 小武夷是否也有丰富的生物物种 能与武夷山相媲美呢 向导告诉我们 离此地不远的白马山 就是一个物种极其丰富的 动植物王国 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 考察队前往白马山 这就是南方红豆山 南方红豆山 国家一直保护的时候 并为物种 这个树干很粗 对啊 它指尽大概一米八左右 我们四个人都抱不起来吧 同行的植物专家说 眼前这株红豆山 至少已有七八百年的树林 红豆山是第四季冰川时期 遗留下来的古老树种 在地球上已有250万年的历史 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大熊猫 在这里 专家又发现了另一种 难得一见的植物群肉 这是什么树啊 这是不干粒 这是乌钢粒 科导科植物 它长有这个果实的 还有果实 春天的时候 它的叶子很亮 很亮 专家告诉我们 乌钢粒属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像这样大面积的乌钢粒群落 在全国都较为少见 白马山 雨量充沛 湿润的气候条件和丰沛的降水 孕育了这里丰富多样的植被种类 因此 白马山成为福建省省级自然保护区 就在大家下山返回时 队员们被远处一片黑色石堆所吸引 这处石堆远望如同从山腰间喷涌而出的 一条凝固的黑色石堆 十分壮观 据村民说 这处黑石堆积之地 正是传说中的 让人敬而远之的迷魂镇 专家认为 从外形看 这处黑色石堆属典型的火山岩 在丹霞地貌遍布的松溪 为何会出现火山岩地貌呢 武夷山是丹霞地貌 而松溪境内小武夷却发现了火山岩 专家认为 黑石阵极有可能是解开 小武夷地质演变的线索 但让地质专家感到不解的是 这样的石堡现象 一般在河床上较为常见 又怎么会在山腰间堆积倾斜 这里到底经历了怎样独特的地质活动呢 科考队决定前往黑石镇 继继续探寻答案 跟随向导的脚步 进入山中 大家立刻感受到 这里的景色 与周围低矮起伏的山巒相比 大不相同 只见一路上 树木苍翠 溪流成澈 高达数十米的飞铺 直挂崖壁 轰鸣声中 水花飞溅 乱渡碎玉般 倾泻而下 景象颇为壮观 考察队翻越了一座山 跨过三道沟坎之后 到达黑石镇附近 这里就是黑石镇 这里就是黑石镇 过这块那里 鼓鼓挂得用 走入林中 考察队发现 大小不一的石块 不仅裸露在山腰上 而且也遍布于密林之中 几乎整座山体 都被这些石块覆盖 出道此地的人 行走在乱石和密林之中 难辨方位 容易迷失方向 所以 村民们把这个黑石镇 也称为迷魂镇 在向导的带领下 科考队来到了一片 没有任何植被遮挡的 黑石堆浅 大家立刻被眼前 黑色的石布景象 所震撼 中文字幕 zest 这一块的岩石整个都是黑色的 就风化色是黑色的 它表面上有气孔状 它这边这个气孔状的外形 我们叫做四面铁 此时 对员们心中的疑问更加强烈 眼前的黑石 大多出现在河流底部 也就是河床上较为常见 那么 这些神秘的黑石 究竟为何会在半山腰集中出现呢 这就是那个玄武岩的新鲜面 绿色的我们叫橄榄石 黑色的就暗色我们叫做引金石 它这个特色最大点的就是 岩石比较性碎 比较脆 超级的话硬度比较大一点 然后它是属于火山岩里面的一种 魏公认为 这些黑色的四面体玄武岩 是火山活动的遗迹 当火山爆发时 炬热的地下岩浆 在内力作用下 沿地壳薄落地带溢出地表 并在火山口周围 冷凝堆积起来 形成了大面积的玄武岩 但这些黑色的玄武岩 为什么成片地堆积在这个山体斜坡上呢 专家认为 只有找到熔岩喷出的火山口 才能进一步还原黑石布的形成过程 为了寻找答案 考察队向山顶攀爬 火山口我们就这里 我们要倒了 这一圈 四十分钟后 科考队到达山顶处 大家发现了 有一些多边形石柱 支撑着山体 但专家认为 这里并不是火山口 已经快到山的顶部了 给你周边判断一下 不可能是滚落的 就是只能是它原生就生长 但是这个原生 但是并不能判断这是火口 这个火口是两个概念的一面 通过考察 专家在这处山体 并没有找到火山口遗迹 但发现了多处 垂直耸立的火山岩石柱 它们是火山爆发后 岩浆冷却收缩 形成的柱状结理 此时专家联想到 在同鼠福建省 距离松西县500多千米的 南定岛上 也有大片黑色石柱 岛上约有140万根石柱 整齐排列的雄伟壮观 人们形象地称之为 秦始皇的海上兵马俑 卫工说 在福建省境内 同时存在两处规模较大的 外形近似的火山遗迹 实属罕见 专家查阅资料发现 在我国东北地区 内蒙古及海南岛 云南腾冲及太行山东路等地 都零星或密集地分布着 大大小小的火山群 及火山遗迹 这次在福建武夷山地区 又发现了典型的火山遗迹 黑石阵 它是一次意外的惊喜 这些古老的火山群 虽然成因大致相同 然而在喷发后 却由于外因的作用 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地貌特征 魏公认为 距今两千万年至三百万年左右 松西县境内发生了 小规模的火山岩浆喷溢 火山喷溢出的岩浆冷却后 凝固成较大面积的玄武岩石柱 随着岁月的流逝 裸露在外的玄武岩 在长时间的流水侵蚀 分化波石和重力作用下 这些石柱沿着柱状结底 发生了崩塌 从山顶滚落到山腰 形成了这里大面积的黑石阵 此外 由于新构造运动的间歇性抬升 红色沙岩经过大自然的风雨侵蚀 形成了小武仪 典型的丹霞地貌 使此地出现了丹霞与火山地貌 共存的奇观 在与自然的相依相伴中 我们的祖先在尊重自然的同时 很早就知道合理的利用自然 数千年前 武仪山地区的蛇族人把船官荡仙舟 高歌在丹霞山悬崖峭壁之上 这些殡葬风俗 早已随着岁月的变迁 永远保留在了这崇山峻岭之中 山与水的完美结合 人文与自然的有机相容 使得无论是武仪山 还是松西的小武仪 成为了一个承载天地灵气的杰作 据专家现场测算 神秘的黑石镇石堆要出路地表面积达0.3平方千米 深埋在地下的面积是出路面积的数百倍 规模如此大的玄武岩吉里柱 是继福建省在南定岛上发现140万根石柱后 最新发现的最大玄武岩石部群 堪称武夷山地区的火山奇观 无疑他为研究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地质变迁的过程 提供了一份宝贵的第一手科学资料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